因为从这个大陆很多人的角度来说呢 他好像这些领土呢都属于中华民族的 那么他们我们也看到好像在跟日本这个领土争端的时候 在中国很多地方就爆发了很多这个游行啊抗议啊 在台湾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他们怎么对这些不管是钓鱼岛钓鱼台啊 或者是南海这些岛屿 这个主权的问题他们怎么看呢 他们还是说不在乎 反正说如果是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台湾的他们也无所谓 更重要的是看到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 倒不是 那么台湾人民当然关心了钓鱼台的问题 但是呢台湾人民其实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失业力的这个问题 如果跟他实际关系的东西不能够弄好的话 那么牵涉到钓鱼台这个问题呢 许多的人民他并不在他关心的这个范围 那么我从电视上看到大陆的这个许多的这个百货公司 或者许多的这个企业 因为对于钓鱼台事件的这个抗争 那么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我想这是两岸之间 人民对于这个主权跟领土的不同的这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双方追求和平发展的这个问题呢 仍然是一样的 嗯好 谢谢李华秋先生 我们下面再接台北曾先生的电话 曾先生你好 郑先生对不起 我回应刚刚华盛顿主持人的问题啊 就是基本上台湾人呢 基本上对于过去对于钓鱼台 或者说你说钓鱼岛 基本上因为不是很切身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台湾民众关系是比较切身的 比如说台湾台北跟北京之间关系 或者是台北跟东京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那我其实对于回到回到这个两岸军事的这个这个体制来讲 其实我对于台北政府的接下来谈判筹码 我个人觉得越来越悲观 那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经济 其实经济力量其实已经凌驾过政治 甚至是军事力量的时代 我们当然可以说 因为中国大陆的军力威胁 所以台湾民众活在这样的威胁下面 所以会觉得可能是是可能必须看北京 就是看北京的动作 或者是甚至是连东京都害怕出怒到北京的 就是政府的意思 那我必须说的是 在台北跟北京这样子一个民主体制 对专制体制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里面 其实我觉得台湾所要采取的立场 应该是像当初 自己至少要有一个实际上的装备 比如说美俄当初冷战 基本上也是一个民主对极权的对峙 但是美国跟俄国基本上 自己都有自己非常多的核当量的武器 但是今天台北跟北京之间 其实关系很明显的清洁 所以我可以 我不要这样的呼吁 华盛顿听不听得到 就是华盛顿其实应该要 要在台北跟北京之间 做一些理所当然的平衡 这是我的意见 谢谢 好谢谢 再接湖南张先生电话 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觉得无论是钓鱼岛的问题 还是南沙群岛的问题吧 两岸都应该 中国人都应该合作吧 就是我觉得美国就是主张 就钓鱼岛 钓鱼岛的问题 举行这个中日谈判的话呢 我觉得中国应该参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钓鱼岛的事情 就是和美国吧 就是当时的处理钓鱼岛的问题吧 还是有关吧 才引起这个钓鱼岛的争端 如果能够通过谈判的话 能够合金合理的解决的话呢 也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最终也没有武力的话呢 这个钓鱼岛的问题 也是解决不了的 好的说完了谢谢 好谢谢 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时间 是不是在把这个主持现场 交给在台北的也不易先生 不易 好的那么刚刚一些 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到问题 我们请两位来宾 可以一分钟时间先简单的答复 一下是不是台北的李怀求先生 请您答复 是刚才台北郑先生 那么他说对两岸的这个军事 跟政治的议题感到悲观 那么我其实我觉得 两岸之间从经济的问题 如果能够逐渐的发展成 一个好的一个状态的话 我倒不觉得是一个悲观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能够改善 人民之间的这一个生活的问题 让他整个生活提升起来 生活条件好了之后 那么他所想象的就是一个 和平发展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觉得经济问题稳定了 他的这一个生活条件 量好了之后 政治跟军事的问题 接着就可以了 在和平的脚步之间 来进一步来做一个接触 进一步来做一个谈判 我觉得这一个是好的一个开始 好的 谢谢李怀求先生 那么回到华府 丁长顺县 也请您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您觉得在两岸的 这个军事互行的谈判过程中 台湾会比较弱势吗 我觉得必须要看到 就说大陆政府最近所讲的 这些表态 表态就关于两岸 军事互行问题等等 以及这个撤导弹等等 我们知道就说大陆这官方 一般不轻易说一些话 他一旦说出这些话 那就说明大陆高层 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番考量 大陆官方也明确表示 就说用适当方式 在适当时机 与台湾展开这个军事互行谈判 所以我的判断 就是说大陆高层 现在看到 就是说把政府上台之后 两岸的关系发展比较快 尤其在经济方面 这个步伐非常大 那么现在应该往下一步走了 而往下一步走 也就是说政治的问题 军事的问题 现在又摆上来了 所以大陆政府现在提出了 军事互行谈判等等 我的认为呢 就是说大陆 这个政策可能有一些的变化 那么跟台海两岸的形势变化 也是相符合的 那么我觉得呢 如果双方做一些努力的话 在不远的这个将来呢 台海两岸展开这个 有关军事互信 或者军事问题 这些谈判呢 是有可能的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那么孙长 我们是要请两位来宾 来做个结论了 好 我想请两位是不是 能够谈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知道最近几个月 发生了很多事 包括这个 钓鱼台啊 钓鱼岛啊 还有包括这个 南海问题 都有很多争端 在这个之后 好像有很多 这个国际舆论呢 就看到说 好像中国现在是不是 更加的这个自负了 当然在这个中国 崛起这个大背景之下 所以最近几个月来 你们两位认为 是不是好像在国际上 对中国在不断崛起的 这个情况下 对中国的信心 对中国将来可能 对一些领域终端 所采取的一些方式 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看法 这个大的国际气氛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 微妙的变化呢 请两位 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各自 我觉得呢 大陆的整体现在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还没摆脱 邓小平当初所谓 的韬光养毁政策 尽管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提出了说南海 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但现在已经不说这话了 所以说在钓鱼岛 和南海现在的问题 可以说呢 其实大陆都是非常被动的 我的看法 大陆仍然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 别人碰一下 他才把头往处伸一下 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很难说大陆 已经张牙舞爪 想出来干什么 那么请李华修先生 来谈一下 是不是大陆像缩头乌龟似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呢 那么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强而不罢 那么同时要做一个 富而好利的这个大国 我相信如果在两方面都能够做得到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呢 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逐渐走上民主 走上文明的一个大国 这样子对世界各国来讲呢 一定是大家祈愿看到的一个和平强盛的这个大国 我相信中国大陆正在往这个方向在走 我们期待一个好的两岸的发展 是一个和平的状况的一个发生 好的 谈到这里呢 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也就到了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美国之音 华盛顿演播室的林昌盛博士 同时呢 我也感谢在台北的客人 台北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所的李华修先生 感谢两位呢 和我们这个分享了各自的高见 还有这个不同的见解 当然呢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积极的参与 我们提醒您的来宾 还有我们的听众观众的发表呢 他们的都是个人的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如果是您今天来不及 没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讨论的话呢 您可以这个对两岸节目 有关海峡节目论坛啊 您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呀 还有对我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两岸建立军事互信的 您有什么看法呢 都可以欢迎寄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电子邮件的地址是 us新闻atgmail.com us新闻atgmail.com 新闻呢 就是汉语拼音的新闻 这两个字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经常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我们的网站的地址是 wwwvoachinese.com www.chinese.com 好 别忘了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